接下来我们讲操作系统里面的第二大部分 储存器管理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储存器的分类 储存器主要分为三种分类 第一个是主储存器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存 就是所谓的内存条 内存 然后第二个是寄存器 寄存器一般是存在于CPU内部的 它是非常小 但是速度是最快的 内存叫寄存器 因为储存就是所谓我们的磁盘 硬盘或者外存 都是一个概念 程序执行过程 程序从外存进入内存 一个执行过程需要进行这三种步骤 第一程序需要先进行一个编译 然后编译完以后 然后编译完以后 跟它库函数进行连接 连接完以后 再从内存里面装入到 一个装入到内存中 这块呢 这块程序是程序的一个 执行的一个过程 大家了解一下 程序 大家看到 程序从外存进入到内存中 怎么给它在内存里面分配 分配内存空间呢 然后 一般我们对内存的分配空间 左右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连续分配方式 第二是不连续分配方式 连续分配方式呢 是 是比较老的 但是现在还有经常会有一些 对 有些系统使用到连续分配 尤其是在 单片机或者是 嵌入式的一些系统设计上 连续分配主要分为 单约的连续分配 像这样一张图 整个内存里面 就只给一个进程 或一个作业进行分配 比如说一个进程里面 它只分配一个 它就是最开始的那些 所谓的单道 单道处理系统 第二是固定分区分配 固定分区分配呢 它是指的是 将内存固定的分为 大小相等的模块 大小相等的模块 然后呢 一次进程 无论进程你多大 我进程多大 都按这个模块来进行分配 如果 当然如果 你的进程如果太大的话 可以给你进程 分两块 或者三块 这叫固定分配 就是将内存 分成大小相同的一些块 区域 然后按块一块一块 进行分配 第三个呢 是动态分配 动态分配 就是内存分配的大小 不是在 内存分配的大小 以及空间的 不是之前设定好 是在程序 装入内存过程中 在确定的 重大分配大小的话 是根据内存 当前的状态 进行分配的 它主要有 手持适应 这几种分配方法 第一 手持适应 循环手持适应 最佳适应 最坏适应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题 这种题 来了解一下 这四种算法 根据不同算法 对呢 A这个进程 进行内存分配 A大小是15K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现在知道 内存呢 已经 现在 已经被分成 这几个模块 10 10 10 30 其中 这个10 这个10 已经被占用了 这个10 如果这个10 已经被占用了 这个10 已经被占用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手持适应算法 来进行分配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就从上扫描 手持适应 从内存的 从上扫描 扫描第一个 连续的空闲块 连续的空闲块 而且连续的空闲块 而且 这个块呢 适合 就是 大于 块空闲 空间 大于 这个进程 进程的大小 比如说 A这个进程 15是15K 然后我们 向上网上搜索 发现 这个这块 有个进程块 进程块大小为20 进程块大小为20 那么我们可以 就为进程 A 分配一个空间 在20里面 分配一个 取出15 15K 然后剩下5K呢 还作为空闲空间 存在 上半部分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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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的分配空间 下半部分 作为 一个空闲 继续作为 空闲的存在 空闲存在 这个 这是 手制适应算法 那 最佳适应算法 最佳适应算法 是 是个什么样 算法呢 假如 现在还是这样 一个地方 这个 这个 已经被占用了 这块 已经被占用了 现在呢 系统中 只剩下两块 两块 这个空闲空间 一个是20K 一个是30K 我们选哪一块呢 那我们选了一个 是最佳适应 就是 最小 就是首先 内存空闲 空闲空闲最小 第二 还要是 满足 这个进程 大小的一个空闲块 这样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 可以尽量 少占一些内存 所以说 最佳适应 就这样 也是 A 也是把A 分配在这 同样的 A放在这 余下一个5K 上面15K 分配给A 这是最佳适应的 方法 最坏适应呢 最坏适应呢 当然是 从 比如说 现在还是 A 第一个 第三个 这两个10K 都被占用了 被占用了 现在只剩下 20K跟30K了 2K跟30K的话 我们应该 需要哪一块呢 需要哪一块 最坏适应 就是 从内存里面 找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 然后分配给A 那么 这块 A 占用15K 那剩下15K 空闲的 这是最坏适应的算法 当然 上面还有一个 循环手势适应的 一个算法 什么叫循环手势适应 就是 我现在设一个指针 比如说指针 第一个突出的话 指针放在这 我从上扫描 扫描 找到第一个适应的话 找到第一个适应的 然后我就 第一个适应的 我就把A 分配到这个空间 把这个空间分配给A 如果我从上 从上走下 找到底 我没找到以后 我重新 重新的返回 找回最上面 继续扫描 这样一个循环的 扫描一个过程 这叫循环扫描算法 当然了 这是初始化 初始化的指针 是在最上面的 有些 某些情况 指针初始化指针 可能在这 初始化指针 是在这 然后 这样 比如说现在 初始化指针 在这的话 在这 我用循环 循环扫描设计 进行对A进行分配的话 从上面往下扫 扫到第一个是 扫到第一个是30 30这一块是空闲 这两个被占用了 30这一块是空闲的 那么 我肯定你把A 就直接分配给到这了 分配分配到这了 15K 15K 这15K是被占用的 这15K是空闲的 这个就是循环扫描算法 就是设一个 设一个记住指针 这个记住指针 在这个表中 在循环扫描 这是四种 分配 正在分配的一些算法 纯粹去管理呢 纯粹去管理呢 分配算法不同 会造成了不同的一些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 最主要的我们一个影响 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 叫碎片 出现碎片的影响 什么样碎片呢 现在比如说现在A这个东西 A 我用手势式应的话 我分配到这了 5K 剩下5K 这块被占用了 剩下5K没有被实用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进程 比如说B进程是10K的 C进程是20K 等到一桌 很堆 很特别多进程 没有一个进程是小于5K的 那么这块5K空间空间空间怎么办呢 它就无法再使用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 它就是出现了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出现了碎片 出现了碎片 其实上我们在我们的最坏的事情算法 为什么会用最坏的事情算法 其实上这个算法很奇怪 为什么有20K都用 明显可以免足这个15K的 为什么不用20K 反而用最大的30K呢 其实上我们目的就是为了减小它 分配以后剩余的空间过于小 剩余的空间过于小 因为 因为把它分配给 分配给A 把这个分配给A以后 还剩余15K 这个15K还可以满足B B是10K 代表是可以满足B 来进行分配 所以说最坏适应 其实上就是为了避免碎片的发生 但是最坏适应的话 其实上也有一些短促 比如说最坏适应 它的缺点就是在于 它会对整个内容空间里面 产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不连续空间 但是首次适应的话 如果使用的是最佳适应的话 很可能出现的那些空间 很可能就是 比如说 特别内存里面 恰好有一个15K的 空间空间 然后直接分配给5了 然后这个空间里面就完全占用了 然后空间就不存在 内存里面就会减少一些不连续空间 就是他们各的一些优缺点 对于连续分配 它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算法 它各的各的优缺点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 我们我们正常 现在普通线机 普通线机普通线使用的 并不是连续分配的 因为我们现在空间已经很大 如果采用连续分配的话 会对整个进程造成非常多碎片 而且非常多的一些不连续空间 这样的话 对我们以后的再重新 当我们运行程序 进程非常多的话 它空间碎片会越来越来越多 会造成整个进程的复合特别大 所以呢 我们现在基本上使用的 都是一些不连续的一些分配 分配方式 不连续的分配方式 就是不管空间是否连续的 我都可以分配 所以这样的话 空间就可以被充分的利用了 即使空间不是连续的 我也可以进行分配 不连续分配 主要有三种方式 就是基本分页方式 第二是基本分段方式 第二是断页式 断页式呢 就是基本分页方式 和基本分段方式 它的一个结合 大家看一下基本分页方式 什么叫分页呢 配音 配音这个基本原理 首先呢 我们将组存 就是内存 分成很多小 等长大小的针 你可以针 也可以称为块 都一样 也可以称为针 也可以称为块 把内存呢 分为大小都相等的一块一块的 分成块 这个块呢 就作为分配的最小空间单元 空间单元 然后呢 同样我们将进程 分成若干的页 page 每个页的大小呢 以进程 以空间的块 或者真大小之处相等的 现在这有一段进程 我把进程都分成一页一页的 每一页它的大小 它占空间大小 跟那个块 这俩是都是相等的 两个空间大小相等的 然后进程加来时 所有页面 被放入可用针 这个可用针 或者可用块 这个块不一定是要连续的 但是 至于不在这么多 一个进程分给了这么多 不连续的块 那么我通过什么方式 来将这些块 来记录 记录下来呢 或者将整个进程 它的所有块 来进行串联起来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用到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 页表 我们每个进程 对于每个进程 都建立一张页表 页表 这个页表主要记录 就是这些块 进程所在的 所在的块的位置 操作系统通过页表 建立然后维护进行内存的管理 操作系统OS 就是操作系统的意思 OS呢 为每个进程建立一个 并维护一个页表 就是大家就 来试试 每一个进程 建立并维护一个页表 页表的每个表像 包含该页内的内存中 所对应的帧号 和块号 当然还包括一些保护信息 共产信息等等 这些不是 但是不是我们要关注一些东西 页表呢 是以页号为索引 页表分为 页表里面 主要部分是两项 第一项是页号 是用来做索引的 用来做查找的 第二个就是真号 真号就是物理块号 物理块号的地址 物理块号地址 物理块号的地址 就是所谓的第二个项 页表中 每个表象包含该页在 内存中的对应的 真号 对应的块号 就是这个真号 在物理内存中的实际地址 同时呢 超系统呢 还维护了一个 空闲针的列表 空闲针的列表 就是它将 超系统所有的块 都维护 所有的空闲块 都用一张列表来进行统计起来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